卤笋营养价值很高 它所含的细元素比海鲜还丰富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卤笋的吃法 新鲜卤笋一把 根部的皮嚼老口感不好 我们先把它去掉 然后切成滚刀块 滚刀块更容易入味 装盘备用 红辣椒半个切成菱形片 大蒜生姜分别切成片 虾仁150克 加食盐料酒 搅匀入味 打一个鸡蛋 只要蛋清 搅拌均匀 然后加适量的淀粉 搅匀锁住水分 这样虾仁更滑嫩 锅里水烧开 加食盐 植物油 这样焯水口感好 颜色翠绿 倒入卤笋 卤笋很嫩 水菜子开后捞起锅凉水 同样把虾仁也焯一下水 焯水的虾仁比直接油炒更滑嫩 吃半分钟几个捞起备用 热锅放油 下入姜蒜 红辣椒 翻炒至断生 倒入卤笋虾仁 大火翻炒 加食盐 少量的白糖 继续翻炒入味 然后加适量的淀粉水 这样吃起来更有味 最后来点明油提色蒸香 翻炒几下后 几个起锅装盘 这样一道芦笋炒虾仁就做好了 芦笋清脆 虾仁嫩滑 色香味俱全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见